今天我們用的食材將會是台灣的紅豆那樣子 我想要做一個非常簡單又很好吃的小點心 適合大人也非常適合小孩子來一起製作 我們總共用的食材呢 有我們台灣的紅豆 請你要煮紅豆的時候要前一天先浸泡 浸泡之後用水煮大概30分鐘 但是你要煮到不要碎掉 然後你將會用到的食材有燕麥乾的無鹽 然後稍微烤過的腰果還有椰藻 一點點鹽來調味 然後另外呢在這上面嘛 外面會有一層脆脆的黃金蕎麥 也是我們台灣的產品 所有東西呢放在一個小的鐵碗裡面 所以燕麥還有我們的腰果 所以我們先把腰果還有燕麥放進食物調理機裡面去打成粉 所以有點像是麵包粉碎水 但還是乾的喔 因為這個是一個無糖的食譜 所以糖主要會是從我們的野藻 這是沒有加工過的糖 所以其實對身體也很健康 另外它也有很高的纖維那樣子 所以對身體也很好 所以我們就全部加進去 那另外呢 是我們的主角紅豆 所以我會加一些